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虛擬攝影棚 叫做 XR Studio 它全名叫做 Extended Reality Studio 那這種攝影棚呢 其實我覺得跟綠幕其實非常非常的像 它就是前景是真實的存在的東西 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虛擬攝影棚 它叫做 XR 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XR Studio 虛擬攝影棚 它有全名叫做 Extended Reality Studio 那我覺得這種 XR Studio 跟平常的綠幕其實非常非常的相近 就是前景是實際的東西 那背景呢就是虛擬的東西 或者是另外一個空間的東西 然後就是前景跟背景就是這樣合起來 那只是合起來的方式不一樣 綠幕是合起來的步驟是在後製的步 那綠幕的部分呢 綠幕的話 綠幕的話 合成是在後製的部分執行 但是 XR Studio 我們的背景 虛擬的東西 是在前置作業 就要先去執行的 就要先建模 把整個場景做出來 那我們的 XR Studio 最特別的就是它的超大片 LED電視牆 就是把我們的虛擬空間 投影在我們的電視牆上面 你可以在現場拍攝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虛擬的背景 但是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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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天的分享 因為製片公司說 喔 不能分享說 我們拍攝的內容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辦法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拍攝的實際的畫面 到底長怎麼樣 我們只能分享一些技術層面 還有觀察到的優缺點之類的 那我們今天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那我們先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機會去 XR Extended Reality Studio 那先說我們為什麼會有這個機會去 那先說為什麼我會有這個 X 那先說為什麼會有這個 XR Studio 那先說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去 XR Studio 那先說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可以去 XR Studio 去玩玩參觀這樣子 先說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可以去 XR Studio 那先說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去 XR Studio 那先說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去 XR Studio 那先說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去 XR Studio 去 XR Studio 去 XR Studio 是因為有一個製片公司在找便宜的臨時演員 所以我就去當便宜的臨時演員 所以我就去當便宜的臨時演員 就是拍攝整整三天 然後六百塊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去 XR Studio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去 XR Studio 玩玩然後這樣子參觀呢 因為有一個製片公司在找便宜的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可以去看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去看到 XR Studio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去看 XR Studio 拍攝啊 然後看看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去 XR Studio 去玩玩啊 然後參觀他們的拍攝呢 因為有一個製片公司他們在找便宜的 臨時演員 嗨 那為什麼我有這個機會去拍 那為什麼我有這個機會去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去參觀啊 然後去踩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去參觀 XR Studio 因為有一個製片公司他們在找便宜的臨時演員 那我就去開心去當臨時的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去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去 XR Studio 參觀然後去玩玩呢 因為有一個製片公司他們在找便宜的臨時演員 那我就會去當便宜的臨時演員啦 這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覺得很酷 就是三天只有六百塊 三天六百塊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去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去 XR Studio 因為有一個日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去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去參觀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去參觀 然後去玩玩這個 XR Studio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去玩玩 然後去參觀這個 XR Studio 是因為有一個製片公司他們在找便宜的臨時演員 那我就去當便宜的臨時演員啦 那最酷的是這三天拍攝我只拿六百塊 那確切說就是我是沒有收任何錢的 那六百塊那其實是車馬費 就是三天的免費勞工啦 那今天的分享 然後這 然後重點是製片公司 然後重點是製片公司 重點是製片公司還說我們沒有辦法 重點是今天的分享 因為製片公司說我們拍 重點是今天的分享 我們只能走技術層面 或者是比較技術方面 然後我發現了什麼優缺點 對這個虛擬攝影棚的看法 我們沒有辦法分享任何的畫面 現場拍攝的畫面也好 然後實際出來的畫面也好 都沒有辦法 因為製片公司已經都鎖好了 就沒有辦法分享 所以我們就只好走一下技術層面的東西 然後今天的分享呢 也因為製片公司說沒有辦法分享 今天的分享也只能走 今天的分享也只能把 今天的分享也只能分享 所謂這個虛擬攝影棚 XR攝影棚 今天的分享也只能 今天的分享也只能分享 XR攝影棚的優缺點啊 還有我發現了一些小小的 技術層面的東西 就沒有辦法跟大家分享 實際的畫面長怎麼樣 因為製片公司就說 沒有辦法 他們簽了什麼奇怪的合約 就沒有辦法 讓我們分享任何拍攝現場的畫面 所以我們今天就走一個技術分享的 對於 那今天 然後今天的分享也就會 然後今天的分享 今天的分享也會 今天的分享也會 今天的分享也因為製片公司 可能簽了什麼奇怪的合約 就是讓我們不能分享任何拍攝的畫面啊 或者是 就是畫面 然後今天的分享也沒有 那今天的分享也因為製片公司 他們不知道簽了什麼奇怪的合約 就是保密合約啊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 然後今天的 然後今天的分享也沒有辦法分享 然後今天 然後今天的分享也沒有辦法分享 然後今天的 然後今天的 然後今天的分享也沒有辦法分享任何的 現場的畫面 然後今天的分享 然後今天的分享也因為製片公司 不知道是簽了什麼保密合約 就是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分享任何 當天拍攝的現場畫面啊 就是實際出來的畫面也都不行 所以我們今天就走一個比較 技術層 技術層面 我們就說一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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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製片公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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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說我們沒有辦法分享現場拍攝的畫面 不知道是他們簽了什麼奇怪的保密合約 反正我們沒有辦法分享現場的拍攝畫面 也沒有辦法分享任何畫面啊 所以我們今天就走一個 只能分享技術層面的 就是我發現的優缺點啊 這個虛擬攝影棚的優缺點 還有一些我觀察到還蠻特別的東西 來跟大家做分享